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天开幕的香港书展 你知道是一个书的展 但是之所以成了一个震动天下的大新闻 因为它变成了肉展 肉展 香港报纸上后来评论了 变成了肉展 然后我这个外地人就不知道广州话的 全香港人人都在说什么 两母 两母 是哪两个字 两就是很近 清见旁边加一个口 因为很多广东话你写不出来 只有英没有字 这个意思是漂亮的意思 你要加一个口 不一定 那个是说本来最先 我们说 这是年轻嘛 那就是轻一个贱 这个就是漂亮的意思 然后再加一个口 没有口就是漂亮 就叫近 那么加上口是什么意思呢 加上口就是年轻的 很青春 年轻 年轻 乳臭味肝 有点说乳臭味肝 可是说这是原先的说法 可是大概十多年前 某这是model 摩特 可是十多年前有了一部电影 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刘德华有演的 刘德华是另外一部片 有出了一个港片 很轰动了 叫做 凉梅仔 凉梅仔本来在广东话里面 只是说小女生 小女孩 还没成年 可是也不算是儿童的那种 中间的 青少年 年轻的女孩 可是那部片呢 基本上就是讲一群的 这种十来岁 十四五岁的小女孩 一起混在一起 交男朋友吸烟 甚至去卖淫 现在好听点 老姨妹 当性工作者 圆焦 圆柱 圆柱焦记 当时有了这个电影 卖座 引起很大的轰动 大家就一定是讨论什么 世风玉下 什么道德凌亡 这种事情 自从那个电影出来以后 这个Lang这个字 就不只是说你年轻了 还有点说 你年轻而且是无知 而且是说一定会 有点贬义的 对很贬义的 就是说有一点 贬义就是说 年轻无知 而且很容易出卖自己 那就Lang 所以说回来这个Langmo 除了是说 其实这是小女模特儿以外 这是有点贬义的 瞧不起的 就是说你只会出卖自己 除了这个你没有其他的 是吗 那这个香港书展上的Langmo 怎么出卖自己 因为有几个 不仅是书展 话说回来前面一年 香港因为经济不景气 你请一个比较有名的模特儿 你去一个活动 站在那边 给报纸来拍照 你大概要给他五万块港币 去出厂费 真的 比我还会 那五万块 有些是十万块以上 可是请一个这样的Langmo 去了 五千 可能是五千 那我也请一个 在家里看一看 那那个 可以不只请一个 他们呢 通常我听说 还买一送一 老师你请一个 他还多带一个来 这不是香港书展吗 他跟书有什么关系呢 那很简单 这一年 他们策划 因为 不是我策划 这会散播油盐 连文道会批斗里 我告诉你 这说回来 这一群人 这一年 每一天见报 那其实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一些女明星 出写真集 写真集 签名 签名 写真集就很性感 那这一年 就有这一群的Langmo 就出很多的写真集 很多照片 大家觉得有点不雅的 有点觉得感觉不好的 比方说 他一个女孩子 小女 会拿着冰淇淋吃 然后故意把那个雪糕 冰淇淋 滴在他的胸口 很多的 很多人 电车男 巴士男 在这下面 就等着看他冰淇淋滴 排队等他 大家还拍手了 快滴 快滴 这个我也干过一回 用了半天 是雪糕公司的轨迹 对 我也干过一回 在这个莫斯科 把那个女老板给弄火了 但是其实我是很纯真的 我们这是凤凰去那做节目 摆摊的 一个小店 你就要难了 他也不会说英语 对吗 我们更不会说俄语 我要买冰棍 我跟他说了半天 他这个女老板不懂 后来我只能跟他比划 我说 他们赶快把我拉就走了 这个是那个比Lanmo 更出味了 我当时确实完全没想到 你大概买牛奶 你到时候别乱指 不 我还是不明白 是不是他们写书了 对 他们书 那个也有文字 他出了照片 也有文字 有两句 至少有他的名字 在上面 他们就出书了 出了四五本书 然后他就在书展里面 来卖这些书 还来签名 而且他出来签名的时候 还做很多行为 包括会送吻 吻你两下 你买书 他就清理一下 清理了脸 还有在书展门口 摆放叫流奶 送流奶 当然送流奶的时候 做一些很 有点淫味的动作 有点不亚观的动作 你们怎么把香港书展 这么个文化界的事 搞成这么 香港书展 这么让人心痛 这种住了香港十多年 香港书展 只都要谴责 就像是三级书展 我这个 当你们的一个什么节目 那天叫我评书展 我当时就说 我还是不评了吧 因为我评了 我到时候就批评 到时候为人家自责 香港书展 后来梁文道写了一篇文章 书展就是香港 这个 这几天呢 什么叫书展 就是 香港书展 就是香港的 好坏都在 包括在香港 就是把它 香港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形容词 那么香港的书展 这个内地的 可能不明白 这个书展 香港的书展 真的是全世界少有的 它是不是由 香港没有一个文化部门 香港的没有一个 大陆叫文化部 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文化是属于 叫康乐文化署 属于这个 管麻将啊 这个扫街啊 管厕所 那个部门管的 所以没有重要 而书展是什么呢 是贸易 发展局 贸易发展局办的 换句话说 它是做生意的 所以贸发局的办的书展 它的一个宗旨 就是说要吸引人来 什么方法能吸引到人来 他们之前都 我们都参与过 紫东完全说 扭曲香港 就完全错误 为什么 他们参与在里面 就看不到这个情况 你看这种阴暗面 阴暗面 在替人家无所向刚 第一个 紫东充满绩讯的错误 这个出版 那某的写真集啊 完全跟贸易发展局的 主办单位无关 他去出版社去弄 那这种书啊 我们要知道 香港有 香港有书版的评级制度 它是一级的 低类书 它跟许己东 谁那种 有没人 有人看没人看的小说 是一样的 是合法的 换言之说 它合法出版品 它也来卖书 你是没有理由 不容许的 我告诉你 假如你今天 因为某些理由 你说低俗不容许 明天可以有人 用其他理由 不准某些宗教的书卖 不准某些政治观点的 社会观点的书卖 所以这个确实 这很危险 日全时那天 香港确实对这个事 发生争论 就是说怎么了 我就是这个 这个梁梦 他们穿的很少 就到书展上去 卖清凉 你允许不允许啊 我也是书的作者啊 那你作家能宣传 我怎么不能去呢 所以再说了半天 我最感兴趣的 还是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给大家看看 照片 这些 梁梦 他们在书展 就穿成这样 他们当然就跟一般 校女的少为性感 你看现在 全世界的校女 都穿的性感 他们每个人 也都是书的作者 是吗 他们就是拍这样的照片 拍一些性感照片 出一些文字 对吧 然后很多人就崇拜他们 这个啊 这个这个 我给你讲 嘉辉博士 我们内地 现在有更开放的 你瞧这个 下边这个照片 重庆的某一个旅游景区 你知道吗 裸体模特 工人拍照的 你要是爱好人体摄影 你就到这来 但这专门提供 有裸体模特 你在这拍照 那你说这个 比你的Lemo Lemo 所以嘛 所以Lemo的书 是第一类书的 等同徐吉东的书的 是第一类合法 那哪里等同啊 它销路比我好多了 好卖好卖 好多了 一天买出一万块 那是因为你写的不好嘛 不是因为它拖嘛 那是读者失货嘛 对对 那我先说 它不是 大家都知道喝牛奶好吃嘛 它绝对不是 木发举的去弄的 可是它完全是合法来弄 而且另外 徐吉东的一个 很大的偏差错误 在于说 我们把数据探出来好了 你去看Lemo买书的 围观的人 大概就几十个吧 刚徐吉东没说的 就是说 每一年 包括子东兄的很多朋友 莫言王安一 书童余华等等 包括今年的张贤亮 台湾的朱天青 杨兆 我都去了 OK 每一场小的人数 是一百多个观众 多的五百六百七百 难道这些 这不是人吗 难道这些 都不算在书展的人吗 为什么你徐吉东 没看到吗 然后真因为你眼中 只有Lemo 没有其他人 那几能这样解释吗 也因为你不了解香港 你讲到他才来 就急了 我没有急 我是因为为了香港 而还一个公道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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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家 合家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 要反击嘛 就回 反击 其实我挺同意讲的 整个书展吧 其实有很多 非常好的内容 比方说里边 还有展出了张爱玲的 宋奇他们的信 还有遗物 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物 可是你刚才还说什么 有人来说张爱玲 有没有来签名啊 那是有观众 但是里边还有很多 很有质量的文化的讲座 我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整个书展 年年都有很多 很好质量的 但是你知道看 香港的报纸的报道 整个社会的舆论 他们就指定着这个 Lemo 确实是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你不能说香港 没有高级学术文化什么 全都有 那是媒体的问题 还是书展的问题呢 那都是媒体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 媒体的社会心理的 第一个 从书展本身来讲 很多人通宵排队 是一个星期之前就排队 大部分排队来的是小孩 他们是放暑假了 家长陪来 你看他们采访 他们来是买漫画的 买签名书的 大部分的是这个 这是参加书展 当然书展有很多 很好人买到 各种各样很好的书 但是你看大部分的人 感激一样买是便宜书 教科书 这是书展部分 传媒不能当贯传媒 传媒不是说编报纸的人 他们不看陈平原 郑培凯 马家辉 他们只看梁牧 而是他们想象的读者 感兴趣的是梁牧 所以整版整版的报纸 天天关于书展报道 就是他们的冰淇淋啊 他们的衣服的尺寸啊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要是书展只有这些东西 那问题好解决啊 这些现象这个不是问题 当我们说问题的话 而是有那么多东西 但是人家只看这个东西 这不是一个单单香港的问题 中国大陆也一样 为什么媒体只看这个问题呢 当然 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一样 我们不要忘记 在美国最好卖的报纸 不是纽约时报 是USA Today 美国金玉报 OK 在英国 小炮 绝对太阳报 还是有区别 USA Today跟梁牧 还是有区别 没有 里面的事情啊 这个当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包括媒体 我经常觉得说 媒体 它想象读者 对这个感兴趣 它都报 那是必然的 从生意角度 所以往往 与其说媒体报的太多 不如说 在香港懂货的人 谈得太小 那为什么 比方说有懂货 为什么 这话就大了 比方说有些人在香港 可能香港这个 外来人口很多的社会 不同阶级的 有些工人阶级 新移民进来 有些是学者的 像子东兄什么 租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因为种种的理由 它跟香港基本上 是两个不相干的实体 这句话是我以前看 唐俊毅的一篇文章里面看 很有感触的 唐俊毅大职学家 在香港住了几十年 他写了一句话 我跟香港 我不理他 他不理我 互不相干 从好的一方面说 很好啊 香港很有包容 只要你来住 我不管你 你可以完全半句话 广东话不懂的说 没有半个香港朋友 没有关系 就记得我有一次 听子东兄说 两个不是中头 两个礼拜前 我们有一次的吃饭 有人谈到香港出展 几东兄也讲过一句话说 我跟完全没有参与 完全无关 跟香港出展 这就是问题 今年 就是问题 以前我有参与 以前你参与 就是请朋友吃饭 那这个就是说 很多的就是 没有 因为我有参与媒体工作 我非常 这些很个人 常有深刻的经验 比方说 香港很多学界的人 懂不懂广东话 另外一回事 大有学问的 我代表香港一些报纸 报刊 跟他们邀稿 谈谈洛贝尔掌吧 谈谈什么 他不写了 完全我不写 是香港 没兴趣 可是他们同样的文章 写着台湾的报纸 写着大陆的报纸 比方说很多在香港 住的内地来的 一级的学者 他住了香港二十年 没有人知道 他在这里 不知道广东话 灵改是什么意思 没有 我说广东话都算了 语言先不说了 很多华人 住在美国二十年 也是不会讲英文 我们不要用语言 来辞职别人 我们说 那个社会的参与 比方说 有些学者 他在香港 住了二十年 某大学工作 他评论的 不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还是凭 北京大学的 教育改革制度 发表是在大陆的 所以我后来 碰到其他的 大陆来的学者朋友 谈起这位教授 他说是吗 原来他去香港 那么久 他们跟香港啊 因为没有付出 没有参与 完全就没有被提升 没有提升香港的水平 这是一个香港本地 我觉得文化人 他这个角度啊 也值得这个反思 就是说 你就说 我还听香港的 一个电影导演 讲过这么一句话 照我们这个外地人 在香港住的哈 就确实很有感触 他说香港这个地方啊 从来就是个华人的码头 这还是个香港本地的导演 我这么一想 确实是 就说你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文道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我确实看到 你们就是 对本地的很多事 你比如说 我经常觉得文道 好像在干着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呢 我从来也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 我确实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啊 我就老实说 我是香港人民 用他们悲惨的生活 给我们打造出来一个 很好的环境 我很喜欢香港 可是确实是往往 你看 在香港住几年的人 或者又去了美国 或者从美国 回来到香港的人 住了几年之后啊 大概回去了上海 或者回去了北京 从这个民国的时候开始 你注意到没有 包括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就是很多 包括什么郭默 什么的 很多学者文化人 他都是在香港待这么几年 然后又各奔 他们那个时候呢 是战乱 把香港当作一个租界 做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 发生在香港的文化事件 只把它看作是香港的一个 自身的一个文化的 香港他在不同的阶段 他都对台湾对中国内地 产生很大的文化辐射 毛泽东讲话以后的 第一次的文艺批判 就是4849年 郭默若他们在香港发动的 王金卫的卖国宣言 也是在香港发动的 所以今天呢 你比较说像书展上 出现这个梁默这样的事情 其实由于现在的传播 他这个普遍性 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站 到处 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 中国的网上也有很多 很好的学术的东西 为什么某一个 一个绯闻 或者是某一个什么照片 会流传那么广 而很多传媒都趋之若乌 这个背后的问题 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 那也许你说大了 也说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 美国也有 但是这个是给我们大家 你看香港 我注意看这几天的报纸的评论 都骂 但是都辩护他的合法性 然后提供了很多的乐趣 这个陶杰不知道写了几篇了 关于这个量 所有人都 在 但是这问题我还是这个问题 同一个这个书展里边 有这么多在文化上 值得注意的事情 是不是大家应该把眼光分散一点呢 所以就要参与 除了奶油冰淇淋里外 不是徐老师我跟你说这玩我搞媒体的 各花入各眼这没办法 这就冰淇淋永远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连我们也不能面俗 你不是说这个梁某 我跟你讲 连当年就说是美国兵 美军招募士兵 他们那个时候要打越战 还是打什么抗美援朝 但是他们不叫抗美援朝 反正打这个招兵的时候 韩战 他们叫韩战 韩战或者越战 我不知道招兵的时候怎么办 靠什么吸引年轻人当兵 我给你看看 他都是这个某啊 什么某啊 咱们导演看看 当时美国 就是这是他的招兵广告 越战的时候 招兵模特的广告 他依然通过这个 美国大兵 你想 那个柯普拉的呢 现在启示录里边有很长一段嘛 那美军的慰问团嘛 那些女的对不对 对美军的士气的鼓舞 而且他不只用这个吸引人家来参军啊 还在你参军之后 他还不断发那个美女的海报给你 给你贴在你的当兵儿去出去的睡床的上面 没错 契机你的荷尔蒙的发作 你才能战争打得凶猛 可是说回来这个还是跟联某的书不一样 那不是冒发局 第一个还是要讲 因为因为这个假如 这个假如那个讯息有臭 我是无所谓 我怕梁文道更不高兴 第一个是说 我们的香港那个书展的大使啊 完全跟策划无关 他们两个人到上海北京去宣传香港书展 是让大陆的人知道说 他们宣传的时候不知道有梁某这个事情 完全不知道嘛 我们第一个是说 完全只是说让内地的人知道香港原来也有书展 原来书展已经二十年了 可以这样做 其实这样跟香港那个什么策划无关 虽然我看那个我个记者 我个人也对梁某就要出书 你知道了 书展好的地方都是你参与的 我没有 因为也不对 不不不 不是 他自己办这个事情 谁也不愿意说 我搞的这个书展传到外面 好像是一个弄了一些什么少女模特 他不喜欢让人有留下这样的印象 然后曾应全呢 据说去看了一下呢 然后说看书要不看电视 大概类似了啊 结果又被人家骂了 说你看梁某的书 电视里还有怀公精英啊 电视里有团队团队啊 你跟这个怎么比 你不能简单的把书都放在电视之上 也有人这样来说 所以啊 我上次就是说这个 安德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